烦恼吸气 什么最重 欲望 欲望没有止尽 没有底线 所以故人 对于这段事情 是严厉的方法 从小就教导 不贪 不称 不吃 佛如是教人 中国古代 老祖祖 古圣先贤 没有一个不重视 教人 礼于 那佛法是完全断绝 世间法要有戒度 不能太过分 太过分 感召来的是灾难 今天的世界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人的欲望 被物质 金钱 引发出来了 这也发出来之后 没有办法收拾 它回不了头 它有一个亿还想十个亿 有十个亿还想一百个亿 有一百个亿 它想一千个亿 有一千个亿 它想一万个亿 那至于把整个地球给它 它都不满足 这个灾难就来了 为什么 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欲望跟福报要相称 人间福报大小不一样 地位高下不一样 你在什么样的地位 拥有什么样的财富 它有一个标准 不超过这个标准 非常好 那叫相福 超过这个标准 虽然待得多 你没有福报 为什么 你烦恼 你操心 患得患失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你在造罪业 罪业就很可怕了 往前面看 来生就是赞同 说不定就躲地狱 那个时候 后悔莫及 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这就是怀主欲欲的意思 要把它战胜 中国古生献献 把这个白座 第一条 那么释迦牟尼佛 讲经教训 二 霸相成道说法 第一条 是破烦恼成 坏主于亲 西桌狗物 心明清白 这在第一条 我们 括题上是 破灵 其物 心明清白 就开悟了 前面三句是 破灵 白在第一条 你就晓得 它不是小问题 它是大问题 你这一生 将来是到善道 是到悟道 还是到净土 关键在此地 六道凡夫 哪个没有欲望 没有欲望 他就成佛了 成阿罗汉 最少他也是阿罗汉 见死烦恼断了 他还有成杀无名 所以 佛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确确实实是佛 佛 为什么变成六道凡夫 就是被欲望 就是被欲望所累 因为你有欲望 你变成六道万夫 欲望天天增长 没有衰退 所以 所以越迷越深 业呢 越糟越重 你做的那些事情 无论是好事是坏事 通通为这些欲望 不知道欲望是假的 那这个欲望的因 感到的果报 这个果报 九十六道 六道从哪里来的 就这么来的 所以六道轮回 是自己造的 自己的善意 造三善道 自己的物业 造三窝道 在轮回当中 无非是自作自受 与别人不相干 别人来劝我们做我 主宰在自己 如果我心里清楚明白 不造业 不但不造物业 善业也不做 为什么 善业 神三善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头 日子好过一点而已 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 佛格我们讲的话是真的 无量界当中 你肯定在卧道的时间长 在善道的时间短 这是事实 多么可怕 所以佛教我们 修菩萨道 那菩萨道 那就不一样了 菩萨横顺众生 好像也在造业 好事坏事也在做 但是他有本事 不乐印象 也就是说 他所有的造作 都没有放在心上 心上决定没有 事上有 心上没有 这种业叫敬业 敬业 留到里头没有 哪里有呢 滑藏世界有 极乐世界有 那我们苏婆世界 修行人 绝大多数 占百分之九十 都是往生 滑藏世界 那修一切法门的人 他修成功的 一部分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是 有真实智慧 善根福德 圆满具足 选择极乐世界 能不能往生 神 化上世界 统统都要 断烦恼 没有待业往生 待业往生 只有业门 弥陀净土 待业往生 其他没有 弥勒净土 在我们六道里面 也不能待业往生 也要真正 把烦恼付出 才能生 斗衰内月 真正能待业往生 只有弥陀净土 这一天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认真 学习 这一次机会 也是错过了 来生什么时候 遇到 要无量解 有无量解 你才会有一次机会 遇到 太难 太难了 所以 决定不要为 这个世界上 小名小利 欺骗了 我们把净土往生 这不好 事处事出世界法 都是个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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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成熟 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应该要做 缘没有成熟 不要勉强 勉强不得 勉强 到最后是失望 到最后是后悔 那就迟了 那就迟了 人什么都是自然的好 一切随缘就好 决定不叛运 叛运就是 勉强陈旧 随缘就 审理 回来 去 快点 有点 其他・五年 前来 快点 快点 快点